那么Scrapy框架 我们这一部分内容呢 我们要学什么东西 我们也是先来看一下 在这一部分里面呢 首先我们会来了解一下 关于这个框架的技术概念 然后之后呢 非常重要的就是工作流程 它的数据是怎么传递的 从哪儿到哪儿 就像我们之前学一江沟 Flasg一样 应该也都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 而这个东西呢 可能面试的时候呢 它为了检查你对这个框架是否熟悉 它也会问对应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呢 Scrapy的入门使用 我们简单的通过Scrapy 见个框架该怎么做 然后还有深入使用 还有之后呢 一个CruiseBite这样一个使用 那么在这里面呢 首先大家要明白的是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Scrapy 我们前面讲 我们Request的模块呢 将来Standleum已经能够 解决我们90%的框架需求了 那对应的我们Scrapy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 剩下10%的需求吗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么Scrapy呢 它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框架 更快更强而出来的 因为前面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 我们写的乘域都是单线程的 如果说我们使用多线程的方式 去写这个扒冲的时候呢 现在也比较费劲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呢 有这样一个框架 来解决我们前面写扒冲 速度太慢 或抓取效率太低的 这样一个问题 Scrapy呢 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提高我们扒冲的效率和速度 更强大一些 那么到底什么是Scrapy呢 Scrapy呢 它就是一个抓取网站数据 提取结构性数据的 这样一个框架 那抓取网站数据 提取结构性数据 这个词语呢 应该是非常简单和好懂的 对吧 那么框架又是什么意思呢 前面讲 Request是个模块 Scrapy是个框架 那到底什么是框架 什么是模块 框架和模块 对应的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区别是什么呀 什么是框架 什么是模块 我们前面说Request这个模块 为什么呢 因为Request它只能够帮助我们去 发动请求会响应 对吧 但是框架又是什么样子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种 特定需求下的所有功能 它可能都包含有 那么每个功能 每个功能呢 可能都是其中一个模块 比如说Scrapy 它中间的可能肯定是包含了有 发动请求会响应 这样一个模块的 对应的肯定还有提起数据的 这样一个模块 对应的还有保存数据 这些模块 这些模块它都是有的 所以说什么关系呢 一个框架 它是包含很多模块的 明白吗 一个框架 它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问题 它把所有的小的内容 都给独立出来了 独立成一个一个的模块 那后面呢 我们在特定的步骤里面 用特定的模块就可以了 相当于框架 是一个大而全的东西 那么模块呢 只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 一个小部分的功能 明白吗 这是框架模块的区别 那么scruby框架呢 它用了一个 在中间呢 它为了提高我们下载的速度 用了这样一个叫做 推子体的这样一个 一波网络框架 然后呢 加快我们下载速度 前面我们在讲 多线程的盘路的时候 我们说 这个多线程爬冲里面 或者我们爬冲里面 可能速度最慢的地方呢 就是发送网络请求的那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一个请求 发动出去 当我们使用request get之后 之后的时间 之后的事情呢 都是我们不可控的 这个你能够理解 是什么意思吗 就我们一个请求发生出去 可能这个网断了 可能网速很慢 网络波动 这些情况都是我们 不能够预料的 对方服务器到底得多长时间 给我们反过一个响应 我们也是控制不了的 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操作 我们可以在那等着 等什么呢 等它有一个响应之后呢 我们处理几个响应 我们也可以不等 不等怎么样呢 发送了一场请求之后呢 我们接着再用一个线程 再去发送请求 对不对 这样速度是不是会更快一些呀 那么scrappy使用了这样一个 twisted的 一波网络框架 它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twisted 是一个框架的名字哈 它发现中文是什么意思呀 发现中文是什么意思呀 肯定不会是一波的意思 对不对 它的意思是扭曲的意思 扭曲 因为它这个框架本身的实现呢 还有中间它的圆码呢 就如同它这个名字一样 非常扭曲 它里面呢 用了很多很多的回调 比如说一个函数 它的结构叫做A处理 那么A的结构叫做B处理 B的结构叫做C处理 可能我们还没有 真正跑这个程序 我们就提前 预定好 这个结果中间 要经过多少个回调 做什么样的操作 所以看起来 它的圆码是非常非常的难 难看的 或者说不直观的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后面在scrapping里面呢 我们可能 它在scrapping里面 调用twisted的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它封装人比较好 所以我们看起来呢 不会去太多的 遇到twisted的相关的内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词语 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一步对吧 一步又是什么意思呢 一步是什么意思呀 那你突然讲 哎呀 一步就是非同步嘛 对不对 那同步呢 就是非一步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非同步呢 对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图 这样一个PPT 我们来看一下 这PPT里面是什么呢 这PPT里面我们讲的就是 关于一步和非阻塞的一个区别 我们经常说一步非阻塞 一步非阻塞 对吧 我们把这两个词语呢 放到一起来讲 其实关于一步和非阻塞的 它们是有区别的 对吧 那到底什么是阻塞 非阻塞 到底什么是同步一步呢 看左边这个图 关于同步的一个图 右边这个图呢 关于一步这个图 那么这里有个函数方向一 假设方向一呢 它是一个耗时操作 它可能调用它之后呢 可能得过一会儿 才会有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它对呢 结果是return一 那如果在拿到return一之前 拿到return一之前 我们是处于在这等待 return一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呢 那么就是一个阻塞的状态 所以在这里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阻塞或者非阻塞 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拿到结果之前 那个状态 如果拿到结果之前 我们在等 它就是阻塞的 如果说像右边这样 我们调用方向一 我并没有装备去等它 而是立马又调用了 另外一个函数 或者做了别的事情 那就是一个非阻塞的 一个状态 如果说我们在完成 整个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就淡了这种阻塞的过程 在里面 或者阻塞状态在里面了 那么整个过程呢 就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如果说我们在完成 这个事情里面 中间并没有阻塞的状态 而是通通都是非阻塞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拿到结果之前 都没有在等 而是干别的事情 那这个过程呢 就是一个异步的过程 所以大家通过这个词语 可以好好体会一下 状态 阻塞或者非阻塞 指的是拿到结果之前的状态 而同步呢 或者异步呢 指的是整个过程 明白吗 它们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 记得这两个词语 来好好体会一下 它们区别 阻塞和非阻塞的状态 同步异步的过程 给大家举个例子 对吧 有的同学可能会做饭 对不对 做饭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 得有好多步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炒一个菜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得先 比如说把菜洗一洗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把菜放到锅里煮一下 对吧 然后呢 煮完之后呢 我们可能得放点盐 对不对 放点盐之后呢 放点油 放点油之后呢 把它盛起来 就可以吃了 对不对 假设这个样子 我不是特别清楚 先放油再放盐 这个不重要 假设这样一个过程 那其实我们在 能够煮那个菜的时候呢 其实中间可能 他得一会儿 一分钟对不对 有的同学可能 他做的时候比较慢 对不对 有人嫌弃他做饭慢 为什么呢 因为就比较磨叽 为什么磨叽呢 因为他在等着的 其实那个地方 我们没有必要等 对吧 我们可以立马准备 下一份菜 对不对 我们可以洗下一份菜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 做一份菜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等着 等这个过程做完之后 再做下个过程 那整个过程呢 就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如果说我们在 煮那个菜的时候 没有在那等着 等菜煮好 而是立马去洗菜去了 对吧 那这个过程呢 其实理解一个 可以就是一个 一步的过程 因为中间呢 我们并没有 去专门就等待 某个地方 通过这个例子呢 也是为了给大家 告诉大家 所谓的这个 一步或者非阻色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指的就是 同步一步呢 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阻色非阻色呢 指的是拿到结果之前的状态 把这两个地方呢 体会一下 关于阻色 或者非阻色 一步和同步 它们之间的区别呢 就可以 区别的非常明显 那当然呢 这里下面呢 我也放了有这样一个文字 这个文字的可能 大家看的不是 特别的形象 但是也没有关系 那记住我刚刚给大家讲的 这的状态 一个是指的过程就可以了 就是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那么刚刚给大家讲的呢 是相当于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这样一个 Scrapping里面的概念 以及普通的一点讲了 一步和非阻色它们的区别 是相当于我们简单的区别